深夜街道上十多名扼煞 手持棍棒 对着这户人家的轿车 机车一阵猛杂 杂车不够还按喇叭示威 甚至砍伤一名菜姓住户 吓坏附近民众 以为说是什么是枪击 是不是攻坚的声音 还是什么 隔没几个小时 换凤山区这家吊虾场遭殃 十多名黑衣扼煞 闯进里头翻桌搞破坏 原来是两派人马寻仇报复 互相砸电砸车较劲 绰号凤山医哥的红姓男子 日前在旧席间和另一帮人马结怨 对方找来一位菜姓男子助阵 先砸红姓男子为室的槟榔摊 再砸掉虾场 红姓男子不甘示弱 带人到菜姓男子家报复 但一行人大动作 也引起警方关注 巡线逮捕20名嫌犯 并锁定三名主嫌 全力追击 记者蔡商及高雄报道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订阅